我们先把它的格式稍微调整 首先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字至少要稍微看得到 我们现在想要看第一名 你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去进行格式的修改 首先第一个这个叫X轴 这个叫Y轴 所以第一请点这张图 第二和是第三X轴 X轴里面它又分直 直是这个小字 标题是这个大字 建议标题我都是设成 这个A real break 14 直我都是设成A real 12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还有 其实我比较喜欢设设台北新竹 然后对这样新竹就有两个一样的名字 这样就不太好了 好 那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大概知道说X轴 它有直的大小设定 可以吗 看你要不要把它设出体 斜体 加底线 通通都可以 你就自己去玩 然后Y轴有标题 标题就是它的设定 那既然讲了X轴 当然就要讲Y轴 Y轴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直 这个是标题 所以Y轴的这个直 好 请一样设成A real 12 12 然后接下来 我喜欢这个字体 是正黑 然后标题 请改成A real break的14 就是稍微有大小的一个区分 请问这样至少是不是 看刻度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了 各位 我们下一次再讲X轴 Y轴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我就直接套用 刚刚已经设定好了 套用的别张图 这样听得懂吗 你不要一听到我花很多时间 在做格式 我的设定 然后画面就用一下 并没有 ini